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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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開始繼續我們的課程 事實上我們這門課程的重點 能源只是一個 給大家提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我的重點 還是會擺在核能方面 還有輻射方面 所以能源我講得很快 事實上這裡面蠻多東西 都可以在深入的討論 可以在深入討論 很多是蠻技術性的一個 蠻技術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這邊沒有辦法講太多 所以我很快的一個過去 那當然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台灣的能源供應的情形 那台灣我能源消耗 大概是全球的1% 大概是全球的1% 然後我的電力的消耗 大概是全球1.3% 所以看起來我們的消耗能量的能力 是比世界平均還來得好 比世界平均還來得好 那2004年的時候我們的電力消耗是 每個人均消耗9550度 你說我沒用到那麼多 是工業幫你用掉了 我們平均來講9950度 那是世界平均值得3.7倍 世界平均值得3.7倍 那現在可能是更高 我們的人口佔世界的3% 人口佔世界的3% 那比較好的一個數字呢 我們的土地面積呢 世界的1分之6 OK 1分之6 這還包括了我們很漂亮的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就是我們人能夠真正居住的地方 可能比例更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是一個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那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像我們這麼偉大的 超過99%的能源依賴進口 OK 超過99% 那你說還有那1% 小於1%是什麼 蛤 小於1%是什麼 蛤 水利 水利 OK 然後水利是標準的 看天田 所以它那個上下很大 上下這個浮動很大 一年跟一年之間上下很大 OK 那我們這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 兩億六千一百萬噸 本占世界排放總量的1% 你會發現差不多 跟你能量使用差不多 其實能量使用是二氧化碳排放一個 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給各位看這個數字 從能量使用的角度來看 台灣最重要的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什麼 人口密度很高 我的土地面積小 這是一個特點 另外一個特點呢 我沒有自產能源 我99%以上依賴進口 OK 再來呢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蘇配電系統 台灣到目前為止是一個獨立的電網 OK 我跟外面不接的 所以我在發電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我必須要考慮這個 考慮這個再生能源發展的時候 我必須要考慮備用電力的一個來源 這是台灣電力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應該在前面講的 就是說發電土地的使用 發電土地的使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 我們剛剛講那個土地 那個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可能還是 就是相對來講 風力發電呢 還是最大的 風力發電還是最大的 這個算法 你說風力發電 這樣算有點不合 不合實際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風力發電我一個電塔 我一個塔竖起來之後 下面還可不可以用 還可以用 下面還可以用 不是抓鳥 還是可以種種田啊什麼的 還是 還是可以的 所以風力來講 它只是說 我要佔多大的面積 並不是講說 底下能不能使用 那Solo Panel 底下大概是 不太能用的 除非我是擺在屋頂這種地方 這個Solo Sumo Sumo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靠那個 靠那個急熱來收集 各位可以順著看下來 這個核能跟這個 核能跟煤 跟這天然氣呢 它可能土地使用都比較小 那當然 你看最前面有一個 使用土地最多的是什麼 生殖能 我完全沒提這個 生殖能基本上是什麼呢 生殖能 我就是說 我把的農作物 這個農作物 我經過提煉 提煉成什麼呢 有一種東西叫生殖柴油 還有一種東西叫酒精 然後我可以直接用生殖柴油 或者我在汽油裡面摻酒精 我可以做一些替代的能源 這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生殖能 生殖能 生殖能你要做一種東西 就是說 我不能跟人類去搶食物 對不對 所以有一部分生殖能 是用什麼做 用玉米來做 這個感覺上就有點不道德了 對不對 還有一種生殖能 是用甘蔗來做 OK 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台灣我曾經去參觀過一個研究單位 他也在做生殖能 他建了一個生殖能提煉的一個設施 那個房間大概有這麼大 就那一邊把那個東西送進來 這邊就會滴出那個 滴出酒精來 看起來很不錯 然後他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道桿 台灣不是種道嗎 割下那道桿 那道桿人走不吃吧 對不對 所以拿來做生殖能應該很可以 我問了一個問題之後 那個人瞪了我一眼就沒講話 我說你把這些道桿 從台灣各地收集完之後 運到這裡來 然後變成石油 變成那個酒精滴下來之後 夠不夠你去把那些道桿 運過來所化的石油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我們在講一大堆能源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你真要去想一想 它的效率到底是多少 OK 它的效率是多少 Geosimal 上次報紙上有一個學者出來說 台灣只要靠地熱 OK 什麼都不需要 靠地熱就夠了 我真的不曉得他是怎麼樣想 因為地熱的溫度通常上來不高的 100度都不到的 那你熱效率 用地熱來發電 它的熱效率跟用這個 我們燃煤來發電 它的熱效率可能差10倍 OK 台灣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的地熱 當然也許它有些證據 只不過我不是清楚 這是2002年 這個一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它對未來30年的一個 能源使用的一個看法 會有一個看法 其實它預測這個趨勢 基本上大概都不會 都不會再變 所以第一個它講 能量的來源在未來的30年 就是到了2032年的時候 大概會成長67% 你的需要量會成長67% 然後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不管你怎麼炒 不管你炒核能 不管你炒太陽能 炒太陽能 炒太陽能 化石燃料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 跑不掉 化石燃料還是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 OK 那所有能源增加的使用 主要都發展 都發生在開發中的國家 這些已開發的國家 能源已經saturated 大概不會變了 那大概都是開發中的國家 OK 那怎麼樣來夠新建 這個能源的這個架構 能源這個架構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剛剛講了 任何能源的使用 都牽涉到一個基礎建設的 一個執行 我今天要用電能 我一定要有輸配電 我今天要用天然氣 我一定要有天然氣的接收站 我一定要有瓦斯儲存槽 我今天要核能 如果是台灣的話 你得準備20年才能蓋個電廠 OK 所以你都要長時間的一個準備 這個energy flux 怎麼樣來finance這東西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基本上政府要在這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OK 然後再來呢 國際能量的交換會變得更蓬勃 會變得更蓬勃 以前就是石油 對不對 以前就是石油 現在加入了煤 天然氣 然後將來會加入什麼呢 電 這些電的交換 然後再來呢 所以它這裡也講了一件事情 天然氣它的成長會超過化石燃料 但是再生能源的成長 絕對也會超過天然氣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一件事情 在未來30年 再生能源會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它原來的 開始的時候它的量是非常少 我讓你成長300倍 OK 你還是不多 各位懂我的意思 但是會是一個趨勢 會是一個重點 所以再生能源的使用會越來越重要 會越來越越越普遍 那石油的使用呢 基本上呢 是用在交通上 你將來可能看不到把石油 用在發電上 現在幾乎也沒有了 石油呢 會通通 會這個 這個 這個 用在這個 石油的用 全部大概用在交通上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所知道的 有一項交通工具呢 還除了石油 還真的沒有東西帶得動 飛機 OK 飛機上還真的只有石油可以帶得動 其他還真的還沒有 那傳播 傳播是 傳播你可以用石油 也可以用煤 再來 OK 電力 電力的使用會超過其他的 其他 成長會超過其他的 其他的 OK OK 好 所以電力 事實上 現在還有很多的人 是沒有辦法享受電力的 所以在未來30年呢 會有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 接觸到這個電力 但是他估計到2030年的時候呢 還會有14億人 沒有電可以用 所以很多事情呢 可能超出大家想像之外 這個世界 很多地方有多落後 到距離現在 距離現在可能28年 還會有14億的人 沒有電可以用 沒有電可以用 OK 好 那 二氧化碳 最沒救的一件事 未來30年呢 還會持續的增加 這排放量持續的增加 代表我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呢 不會減少 還會繼續的增加 所以有些人很悲觀的認為說 如果你相信溫室效應的話 OK 這地球已經完蛋了 因為未來30年你也救不了它 OK 這個地球已經完蛋了 會有新的科技出現 提供你能源使用的方式 但是呢 它在未來30年之內呢 可能不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後留下來無限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講了半天還有什麼新的科技 看有沒有人知道 看有沒有人知道新的科技 還有哪一個東西可以讓人類 可以享受能量的 核融合 OK 我們等一下來講核融合 下次再來講核融合是什麼 核融合是什麼 那這邊有一件事情 我這邊提一下讓各位知道一下 那這邊講 就是說我的這個化石燃料的使用 仍然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化石燃料的使用很重要的一部分 主要是什麼呢 煤 用來幹嘛呢 發電 那煤發電出來的二氧化碳怎麼辦 現在有人在研究一個技術 叫做二氧化碳回收 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我電場發完電了 我在排氣之前呢 先把二氧化碳回收 回收呢 有好幾種不同的方法 有一些呢 就是我用化學物質去把它回收 然後讓它形成一個新的化學物質 這是一種方法 還有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加壓 加壓之後它的體積怎麼樣 會變小 對不對 加壓之後怎麼辦 回收你要找個地方存起來嘛 那存在哪裡 存在那個石油的那個礦裡面 我石油把它抽出來了 對不對 我天然氣把它抽出來了 所以底下應該是什麼 一個洞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二氧化碳收集之後呢 打下去 OK 就把它存在裡面 OK 好玩嗎 怕不怕 怕 為什麼 因為下去之後壓力很大 我不要把地殼惹腦了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地震耶 OK 當然 那個叫carbon destruction 那個也有蠻多的研究在做 現在又有些進展 但是非常的貴 非常的貴 好 好 我們這一段呢 我們能源的東西呢 我很簡單的給各位介紹一些 一些概念性的東西 那我這個 我這頭影片呢 我今天會馬上把它上網 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這樣把這能源這東西呢 我們以前解釋過能源不同形式的一個 一個轉換 一個能源不同形式的轉換 我們現在絕大部分能源的使用 是走這條路 OK 是走這條路下來 走這條路過來 到這邊來 我們絕大部分能源是在使用 那這個化學反應是指什麼呢 指的就是phosyl fuel 指的是我們的化石的燃料 指的天然氣 煤 然後石油 我們走的是這條路 那下面要講的是什麼呢 從這來講 我物質具有很多的能量 具有很多能量不同的形式 它可以是所謂的somal energy 對不對 也可能是因為物質裡面分子 它具有化學件的結構能 它的化學能 那再往裡面看 分子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那原子是由原子核跟電子所構成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原子核裡面呢 應該有具有能量 那我能不能把那個能量讓它放出來 那這就是所謂的原子核的束縛能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要透過核反應呢 把它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我們叫核能 它走的方式還是一樣 只有在這前面一部分不一樣 所以下面呢 我就要開始來介紹 我們這門課的另外一個主題 核電 OK 我們要介紹一下核電 那談核電呢 我想我們從這個 我們從一些歷史的事件開始談起 我們來談一下物理學上一些重大的發現 怎麼樣一步一步的呢 把這個核電呢 變成把核能釋放出來的能量呢 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一下這個核能 我們先講說 基本上核能這東西產生呢 是因為物理界呢 對物質的結構呢 的一些探討跟重大的發現 引導到了我們現在的一個核能的使用呢 那當然我們要從盤古開天地講起好了 公元前四百年有這麼一位先生 他就講了物質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所以原子呢 是最小不可分割的 分割的一個 一個例子 所以提出這個原子這個名字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網路好就是維基百科上什麼都有 這我也不諱言 我是從那邊摸出來的 各位有口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是這個Democrates 這個字呢 後來也是民主政治出來的 然後呢 他是一個物理學家 還是一個金屬方面的 這是比蘇格拉底還早的一個哲學家 這是他說的 這個希臘人 希臘人長都這個樣子 你真的到希臘去看看街上走的 真的就這個樣子 OK 所以他說了 原子的概念 原子的概念出來了 那到了191803年的時候 John Dalton 所謂道爾頓假說 他提出Atonic Hypothesis 他說物質是不由不可能再分割的原子所構成的 這是這個英國人 John Dalton的一個畫像 一個畫像 OK 好 我們再來看呢 再往後走 到了1876年 1876年 注意到我們現在在探討什麼 物質的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認知是什麼呢 John Dalton講出來一件事情 他說原子就不能分割了 OK 這是最後的東西了 原子就不能分割了 那70幾年之後呢 有一個人發明了叫做陰極射線管 在陰極射線管裡面呢 他找到了一個東西叫做電子 陰極射線管 陰極射線管 它的架構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加熱器 這地方呢 我形成一個地方 這個叫陰極 開始我叫陰極 然後我這邊加熱 加熱完之後 他會釋放出來一個栗子 會跑 釋放出來一個栗子 會跑 我經過這個陽極在另外一邊 陽極在另外一邊 所以他經過這地方加 這個釋放出來一個栗子 有栗子跑出來了 OK 經過一個電位的加速 他會跑出來 會在另外一邊呢 形成一個像 形成一個螢光的一個像 OK 當然這上面呢 是一個磁場 讓它轉變的一個方向 讓它轉變一個方向 其實陰極射線管呢 就是很古老的時候 那個電視機的長相 有沒有 電視機是很厚的 有沒有 那後面一個東西提出來了 那後面就是這玩意兒 前面就是電視機的 前面就是電視機的螢幕 這個叫陰極射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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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發明了陰極射線管 那發明這陰極射線管的人呢 就是這位先生 他也是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諾貝爾物理獎的一位 好 那這時候發現我在物質加熱 它會放出來另外一個粒子 所以代表什麼呢 原子是可以分割的 對不對 原子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是可以被你怎麼樣敲打出來 或者被你趕出來的 所以這時候有一個新的東西了 有一個新的東西了 那另外呢 Hertz Hertz這個人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第一次聽過 但是這個字 各位日常生活上常常用到 什麼地方會用到 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趙鶴 你聽的 你調那個收音機的時候 調收音機那個 如果你是調那個調頻的時候 後面都寫的是什麼 N H Z 有沒有 沒有回去看一下 你去調那個收音機的時候 你們還用收音機嗎 車上應該還有 有些車子上還有 你去調那個 手機上有嗎 我不曉得現在手機 你去調它最後叫megahertz mhz hz就代表hertz hertz是頻率的一個單位 每秒鐘震盪一次 叫做一個hertz 像我們的電磁波 我們的電流的電磁波 是60hertz 就一秒鐘震盪60次 那個mega是什麼 那是很好玩 那個你去看我們講收音機 講廣播的時候 我們叫megahertz 就是百萬赫兹 可是中文不叫百萬赫兹 叫什麼 兆赫 OK 那個百萬在那個 當你講那個收音機的頻率的時候 那百萬變成兆 我想會搞 一大全都會搞混 不過不管它 反正你就知道它是megahertz就對了 那 這個呢 這是這位先生呢 他這個 這個 發現了這個 我們剛剛講 他發現了這個 這個一個效應 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發現了一個效應 就是光電效應 他發現用紫外線撞擊金屬板 可以產生電流 OK 所以金屬板裡面有什麼 有電子 OK 所以光電效應是他發現的 但是誰寫的理論基礎 愛因斯坦 OK 愛因斯坦寫的理論基礎 好 那這位先生呢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呢 有些事情你看是蠻好玩的 那他也是發現無線電波的人 人 他發現有無線電波的人 OK 然後呢 他發現之後呢 他也是第一個證明說 這個自然界存在著電磁波 他也發現電磁波裡面有一部分呢 我們所謂的 Wireless Wave 就無線電波這一塊 然後他自己架了一個評論 好像沒什麼用 OK 好像沒什麼用 他當初如果有專利權 他把東西去申請專利的話 他應該是全世界 OK 最有錢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幾乎全部是他的 他發現的一個東西 所以Hertz 他是 他是這個 這個德國人 他是一個德國人 好 那我們所謂的光電效應是什麼 光電效應就是說 我的波長足夠短 或者講說頻率足夠大的一個光電子 一個電磁波 撞在我特定金屬的表面 我可以把他的電子給撞出來 好 這個叫光電效應 這個 這個叫光電效應 那 我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電磁波呢 是指外線 他的頻率大概是10的六次方 10的六次方這個頻率 OK 好 那這個是1887年 1887年 OK 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說這個東西叫電子 只是有這個現象 說我音極射線管會出來一個電流 一個出來一個粒子 OK 然後我光電效應會產生電流 還沒有人說這個叫電子 好 所以在1897年的時候呢 Thomson這個人呢 就發現了這個電子 他叫 縮寫叫JJ Thompson 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物理系的 應該有 物理系這些應該都會念 對不對 在近代物理的時候都會念 材料系應該也會念近代物理 材料近代物理是不是必修 是必修 應該也會念 這些東西大家都會 都會很快的提過去 各位在那邊 當然各位在那邊看的時候 他會有一大堆的數學 會有一大堆的模式在那個地方 在這裡我只是講一下他的 他的歷程 他的歷程 那他這個 他是英國人 然後這個電子這東西的發現呢 歸功於他 因為是他第一個提出來 說那個粒子就叫做電子 是從原子裡面跑出來的 那1906年呢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再來呢 我們知道原子呢 是這個電中性 如果一個原子裡面含有電子 電子是帶有負電 OK 所以呢 原子裡面有帶有 有電子有負電 所以一定有個東西帶什麼 帶正電 對不對 這很自然的推理 要不然它不會電中性 所以呢 就問了一下 那原子裡面 正電核跟負電核的分布 是長的什麼樣子 分布長的是什麼樣子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物理學上的 一個新的發現 就引出來一個新的問題 OK 那這問題的答案呢 要問題的答案一定要 你要自圓其說嘛 對不對 你東西要出去 你先得把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要給它一個答案 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說 請問一下正電核跟負電核的分布是什麼 在不違反當時所有了解的物理的原則之下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OK 說什麼呢 說我的電子呢 就是均勻地散佈在正電核的那個物質裡面 所以那電子像什麼呢 電子好像在 好像在麵包裡面的葡萄乾 你做一個麵包裡面丟上葡萄乾 把它烤熟了切開來 那裡面一點一點的 所以那整個葡萄麵粉看到那個麵包呢 就是我的正電核 那一點一點呢 就是我的電子 所以它是均勻地混在裡面 均勻地混在裡面 那這是湯姆森提出來的 提出來的這個說法 他有一個學生呢 叫做Rosford 這個人呢 是近代物理上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我們馬上馬上就可以看到他 好 這時候呢 就說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所以湯姆森呢 1898年呢 認為電子內的正電核成球形分佈 而電子均勻地散佈在這個球體裡面 那1895年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就Ringen這個人發現了一種光 OK 發現了一種光 這個是 這是倫情 我們中文翻成 翻成倫情 那倫情呢 是第一個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他是第一個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他得獎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發現了X光 發現了X光 發現了X光 這個X光基本上呢 就是在一個 這個是X光的功效 他可以穿透 他可以穿透一些東西 但是有一些東西不能穿透 就會顯像出來 所以這隻手呢 是誰的手呢 是他太太的手 OK 當科學家太太也滿辛苦的 被大家抓來做實驗 所以這是一個X光的一個相片 這是他太太太的手 這是他的結婚戒指 所以造成什麼呢 這種光 這種光 它可以穿透肌肉組織 OK 但是會被骨頭所吸收 所以如果我一個顯影片擺在後面 它對光的感覺 如果是對光的感覺 這邊是曝光之後的結果 因為這邊通過的X光比較多 那這邊通過的比較少 因為被骨頭吸收了 所以就出來一個對比 就可以看到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包在肉裡面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發現了這個 發現了這個X光 那我們現在知道X光是什麼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高頻的電磁波 我剛剛講一個名詞 低頻的電磁波 其實這電磁波的範圍非常的大 最高是什麼 γ 再來叫 再來我們稱它為X-ray 再來我們稱它為紫外線 可見光 紅外線 啪啪啪一路下來 無線電波 微波一路下來 到最低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電線裡走的60個Hz 60個Hz的低頻電磁波 那我們這門課呢 後面會講這個 輻射的健康效應的時候呢 我們講的是 主要講的是高頻電磁波 還有α 還有β 但是主要講的還是高頻電磁波 低頻電磁波 我們大概不會cover 我們不會cover那一部分 平常日常生活低頻電磁波接觸最多是哪裡 手機 對不對 還有呢 電腦 電腦 電腦還有一個別的問題 電腦因為那個螢光幕可能會產生一些 一些低頻電磁X光出來 還有一個 各位用不用那個吹風機 那個吹風機 你去看它的瓦數 有些很大喔 那一開之後 你沒事就拿來這個吹 你老的瓜也蠻近的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 你的手機會不會讓你變笨 那你應該去看看你的吹風機是不是太大 OK 有些吹風機那個真的那個瓦數很高 瓦數很高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事實上X光 X光是發現跟這有關 跟這有關 他做了一個實驗 他把這個陰極射線管把它包起來 就他旁邊有一些顯影劑呢 仍然會顯影 仍然會顯出影像來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這裡有發出光來 可是人看不到 人看不到 人看不到 所以發出光來 那X光是怎麼來的呢 我這個電子打過來 通過這個前面這個螢幕的時候 通過這個螢幕的時候 OK 在這個螢幕通過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放低 所以我電子在減速的時候 就會放出X光 我們一般在醫療用的X光 用的原理就是它 所以它也是從這個陰極射線管 這個簡單的裝置裡面呢 讓它看到了這個 看到了這個X光 讓它看到了X光 好 下面呢就是 就是1896年到1898年呢 發現了輻射 發現了Radiation 這個時候呢也定義了一個 所謂的放射性的核種 Radial nuclei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基本上各位也知道 這是這個兩個人 一個Backeray還有一個Gili Backeray跟Gili 這是這個人的相片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定義一個放射線物質它的強度 我們定義的單位就是貝克 各位如果在輔導事件之中 你注意看報紙的時候 它報導的一些單位呢就是貝克 貝克就是一秒鐘 放出一個放射線粒子 叫做一個貝克 所以這是這位先生 這是先生的照片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法國人 然後他也是諾貝爾獎得主 他得獎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發現了這個放射線 當然還有另外一位呢 大家應該就是耳熟冷祥的這個Gili夫婦 耳熟冷祥的Gili夫婦 那Gili夫人呢 是唯一一個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也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一個人 好 那這是發現了這個放射線物質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放射性核種 什麼叫放射性核種 好 自然界存在著非常多的各種各樣不同的核種 那我們現在知道 OK 原子核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呢 由這個子子跟中子所構成 由子子跟中子所構成 所以我把自然界存在的原子核 把它畫在這個圖上 橫座標是子子數 重座標是中子數 你只要這個在這個 在有一點就代表它是存在的 所以同樣一個子子數 中子數不同的核種 我們稱它為什麼 直子數相同 中子數不同的東西 我們稱它為什麼 同位數 對不對 英文叫isotope OK 大家應該都了解 這同位數那個位是什麼意思 位置 對不對 在同一個位置 在什麼地方同一個位置 周期表 周期表 周期表是用直子數排的 所以我的核種 只要我在能夠自然界能夠存在的 能夠存在的都在這條線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樣 當我直子數越多的時候 OK 我的中子數增加的會更快 遠遠超過直子數等於中子數的這條線 所以有一些核種 有一些核種 它本身存在的時候 它就不夠穩定 它就不夠穩定 所以它會放出一些 它會放出一些其他的粒子來 放出一些其他的粒子來 那給各位看 我們講世界上存在的最重的原子核 世界上存在最重的原子核 92 238 92是它的原子序 也就是它的直子數 238是它的質量數 也就是直子加中子的數目 它本身不穩定 OK 所以它會放出一個粒子 在尋求一個更穩定的狀態 所以它會放出什麼粒子呢 放出α粒子 OK 放出α粒子 它要尋求一個更穩定的狀態 它會放出α粒子 它釋放出來α粒子之後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元素 變成TH 變成土這個元素 土的原子序90 然後它的質量數234 所以你看一下知道 衰變的前後 我的中指數要一樣 我的質量數要一樣 OK 這是一個衰變反應中必須的事情 所以呢 我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衰變 這個就是一個衰變 放出來了那個 那個氦原子核 就是所謂的輻射線 那這種輻射線呢 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α particle OK α particle 那我後面寫個T2分之1等於45億年 T2分之1等於45億年 T2分之1是什麼呢 意思呢 半衰期 什麼叫半衰期 我的經過45億年之後 我地球上的U238會變成現在的一半 叫做半衰期 OK 那我經過90年之後 是不是就沒有了 是不是U238都沒有了 不是 變成原來的多少 4分之1 我們學工程大家都有這個概念 這回輔導事件之後 看電視的時候 你真的聽到我們一位偉大的記者 就是這麼問的 那圓能會官員講的 我們放出來 有這個所謂的點131釋放 OK 對 點131它的半衰期是8天 結果有一個記者馬上就問了一件事 那16天之後是不是就沒有了 OK 不是 半衰期就是變成原來的一半 所以 自然界的現象 說我一個重的核 它本身不夠穩定 所以它會衰變 所以你出來一個alpha的particle OK 好 出來一個東西叫做shorin90 土90 對不起 這個土90更不穩定 OK 它的中子跟子子數之間更不搭配 所以它要怎麼辦呢 它要丟出一個beta的粒子 beta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電子 所以它丟出一個beta的電子之後 它的質子要怎麼樣 要增加一個 對不對 它的質子要增加一個 所以它變成Pronin234 OK 然後它的半衰期是24天 相對來講短很多 可是這個東西是在自然界中找得到的 th90呢 是在自然界中找得到的 好 那這個東西呢 當然它這個本身也不穩定 會經過一系列的衰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左邊這個東西 它會經過一系列的衰變 然後 當然這裡有一個東西呢 可能各位會比較要注意一點的 這個從上面數下來 1 2 3 4 5 6 好 第六個 第六個是什麼呢 第六個是 雷 OK 雷的半衰期呢 1620年 OK 那為什麼講雷 雷 可能大家看過傳記的應該知道 為什麼要講雷 因為居里夫人從哪裡分離出來的 輻射性物質 就是雷這個元素 它從煤渣裡面分 分析出來的東西 好 那是在這個整個衰變系列頂第六個 那不管 到最後會出來一個 這還沒結束 這後面一系列衰變下去 這還沒結束 繼續往下走 到最後它會變成 千 82 206 這個就是完全穩定的一個核種 那 看一下左邊 然後看一下我右邊 我這邊只把東給寫出來 好 為什麼只把東給寫出來呢 因為這整個衰變的歷程當中 只有這個是氣體 那氣體有什麼特殊的 比較容易移動 OK 所以原來 右238在哪裡 在土裡面 在岩石裡面 在岩層裡面 對不對 它變成這個 它變成這個東86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從岩石裡面 跑出來了 但是它的半衰期只有3.8天 所以那個機會怎麼樣呢 就是說如果它變成東 然後正好有水流過 所以它就順著水就帶出來了 這水帶出來之後跑到地面 那水叫什麼 叫溫泉 OK 所以你去洗溫泉的時候 你去量一下溫泉裡面的 這個冬氣的含量會比較高 它裡面你量到的也就是 Alpha particle Alpha particle 所以這個是一個放射線物質的來源 自然界本來就有 所以居里夫人呢 就那時候就研究這個雷 把這個雷這個元素呢 單獨的分離出來 分離出來它可以量到它會釋放出來 Alpha Beta Gamma這三種不同的這個例子 當然地球上呢 不只這一個 地球上這樣子衰變的系列 衰變的系列有三個 一個是U238 OK 還一個是U235 OK 再一個是土232 這個是源頭 OK 下面一系列衰變下來 所以地球上有非常多 各種各樣不同的放射性合併 好 現在一個問題 U238的半衰期45億年 U235的半衰期7.1億年 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現在地球上 應該是U238比較多 還是U235比較多 啊 U238 OK 差到多少呢 U238的含量99.3% U235的含量0.7% 你可不可以倒算 用這個東西倒算 地球存在了多久 假設它開始時是一樣的 知道我的問題吧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地球的含量 U的含量U238是比較高的 U235是比較低的 那再來問 土232的半衰期是140億年 所以你要猜地球上 是土比較多還是U比較多 土 OK 那我們現在用來核能發電的燃料 U235 但是我們可以把U238跟土232 變成核能電廠的燃料 我們現在能夠用的只有它 但是在我們使用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也變成燃料 這個我後面再講 我後面再講 好 所以呢 這個呢 是我們地球上一些放射線物質的來源 那還有一個更長的 叫做乳87 這個核種呢 是相對來講比較輕的核 它的半衰期480億年 那還有一個東西呢 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 假事實 半衰期13億年 人體的假事實的活度呢 為4000倍克 一個70公斤的人 他每秒鐘會放出4000個β粒子 從哪裡放出來呢 從假事實放出來的 你說這個β粒子到哪去了 絕大部分你自己想用了 OK 有一部分呢 可能會穿透你的身體 跑到外面去 那看你坐在誰的旁邊 OK 所以大家會分享一點 所以人體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 輻射線 本來就會造成這個劑量 這是這些輻射線的一個來源 人體之中呢 事實上 我們這後面講輻射的時候 可以再跟各位提 所謂的背景輻射 這是東氣扮演非常大的一個角色 OK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 太好了 太好了 了